好来看到台北市立委激战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吗 国民党市党部建议呢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可以到士林大同区来选 来挑战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好来看到呢连韩国云都鼓励游淑慧说 你可以呛王世坚呢 我要是选不赢你的话我就嫁给你 游淑慧说哎呀开玩笑的 主要呢是要让他放轻松的 那游淑慧说他是有一点抗拒有一点紧张 希望呢市党部呢找更合适的人选 把他当成后辈的人选就好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选区是南上青天 除了这个选区之外呢 我们看到高嘉瑜对于这个事情也做了回应 他说呢王世坚是个专情的男人 一辈子可能只爱过他的老婆跟跟谁呢 他说应该不会再误入歧途了 但是我们看到呢李燕秀也说 看来高委员真的是急了 所以建议呢高委员好好解释一下 民众对于关税立委 还有投机立委特权立委的质疑 但是我们看到港湖区其实还有一个呢 就是激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 吴辛戴要参选 所以呢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激战了 不过回过头来看到游淑慧的部分 因为市党部主委黄吕景如呢 跟游淑慧升谈半个小时之后呢 那游淑慧就说了希望党部呢 再找合适的人选把他当后备就好了 给他一段时间一个礼拜的时间 好好来考虑思考一下 不过呢韩国瑜呢就建议说 可能要对战王世坚的游书说 那你要是选书了 你就跟王世坚讲说 我就嫁给你 对此呢王世坚今天也回应了 他说在现实的世界中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结婚32年了 夫妻恩爱 在他的心目当中 太太是最漂亮的 韩国瑜又在开玩笑了 我在想 我理解他的好意 韩国瑜的意思是希望 降低选举紧张的气氛 所以他故意制造一些欢乐的议题 让整个紧张的氛围 那让整个对立可以消弭掉 那这个好意我理解 而且韩国瑜一向 就是喜欢跟朋友们开玩笑 所以他会开这个玩笑 我觉得是很好啦 恰到好处 韩国瑜这招话 你觉得是绝招还是是毒招啊 其实 不绝也不毒啦 因为他的利益良善嘛 那而且这么说 其实也无伤大雅啦 无伤大雅 即便在我们现实世界中 那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已经结婚32年 而且我们夫妻很恩爱 而且昨天第一个告知我的 是我太太 我太太她觉得完全玩笑啊 很好玩 但是你太太有觉得威胁到了吗 完全没有 我知道我太太的看法 我太太笃信佛法 那过去我曾经犯过一个错 那她当时也很大气地原谅了我 那我太太知道 在我心目当中 我太太永远是最漂亮的 没有人现在对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有一些不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想要参选国民党桃源市 第六选区的邱继泰 他因为呢 论文抄袭被撤销了学位 而且有酒驾的记录 前领委孙大千今天在脸书表示 他没有办法支持一位 有两次酒驾记录 还有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的人 来代表国民党参选 他说这样子国民党以后 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民进党的 酒驾记录的政客呢 又有什么样的资格去检视 蔡英文 郑文灿 林志坚的论文呢 所以孙大千透露说 三个月之内呢 他是不断的向党中央反映 但是朱立伦主席对他的讯息 不读不回 打电话求见党主席好几个月了 也都没有回应 所以呢 孙大千决定了 他要请辞国民党中央政策会 副执行长的职位 这是看到孙大千最新的一个回应 不过另外来看到 台中市第五选区立委的提名 是由新秀现任台中市议员黄建豪 跟老将前立委省智慧要搅筑 台北市议员徐晓鑫呢 在上午呢就南下到了台中陪同扫街 被问到了这个省智慧所说的 国民党从世代交替变成了世代分裂 徐晓鑫呢他表示说他不会有分裂的问题 共同合作打赢选举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没有分裂的问题 因为党内初选是一个民主的政党里面 正常而且应该会有的机制 所以如果整个国民党这么大一个政党 只因为有民主的初选 那就会产生分裂的话 那我们怎么告诉人民说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在参加中华民国一场民主的选举呢 所以我相信双方面都是非常有君子风度的 那只要胜选的人哦 那这个没有胜出的人一定会支持胜出的人 那整合完毕以后 重点在于2024年要重返国会过半 以及重返执政 那尤其是我想这个选区是特别的重要 因为呢是过去卢秀燕卢市长的选区 那卢市长做得这么好 得到这么多民众的支持 大家也会很期待他的这个选区 那未来能够在2024的时候 国民党重新取回执政 那如果是由年轻世代来出战的话 我觉得在大选的胜算会是比较高的 在初选前就已经整合了80% 所以最后只有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如果建豪能够胜选的话 那跟他的目前的党内竞争对手去做整合 那我相信整个国民党都会一起帮忙 能够非常的顺利 看到国民党有意要让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来征战台北市艰困选区 士林大同区 要来对战王世坚 有可能要成为对手的两人 不走对杠的路线 他们反倒是互相的称赞对方 游淑慧受访的时候大赞 王世坚是老帅哥 是真男人 而王世坚也回应说非常的感谢 并且表示说不管国民党派出谁来 都会勇敢的应战 只是游淑慧他也小酸了一下 说王世坚 你不是说好要当蒋万安的讲师吗 怎么跑去选立委了 当今世上真的像老帅哥 不就是我们世坚大哥吗 因为昨天坚哥也说你们 还是言美女与野兽之战 没有啊 他自己都说很漂白啦 我昨天也特别去危机了一下 坚哥过去的辉煌历史 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真男人 所以可以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对上这样的对手的话 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他会是一个不但有趣 而且是有格的对手 我觉得世坚大哥 真男人要为自己讲的话负责啊 这个第一次讲万安到市议会 他就跟人家呛声 说我要当你的讲师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上道课 讲师就要跑走了 我觉得市议会可能还是世坚大哥最大的舞台 这过去还许多京剧都是发生在这个议会的这个监督跟备训之中 可 但是尤淑会早上说他心目中的老帅哥只有你而已 我不敢说帅啦 这个我绝对不敢 谢谢尤淑会对我的称赞 那 那其实国民党不敢派出谁 那不管派出多强的强棒 我既然代表民进党出来参选 我一定是必须勇敢坚强的面对 跟蒋万安说你要当讲师 结果你现在要落跑了 不 我还是有一整年的时间 两个会期的时间 而且从这个会期一开始 我也确实善尽讲师的责任 以蒋万安的资质 那我相信两个会期讲师 所跟他耳提面命的 我相信他会心领神会 好 这韩国瑜说呢 刘淑会如果你呢 可以抢王世坚啦 选不引领的话我就嫁给你 但是呢 刘淑会说没有啦 开玩笑的 当时高嘉瑜呢还关心的说 王世坚的夫妻感情好 不过呢张雨萱也评论说 高嘉瑜现在面对的是 无心带的挑战 高嘉瑜你现在还有时间去管这个 这个游淑会或者是说 王世坚到底要跟谁选的时候 是他自己是真的确实是 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你从王世坚的表态 其实也很清楚 就是说明明这个 吴欣贷是激进党的 可是他用党内来形容说 你看党内有很多人也是支持他 好像吴欣贷激进党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先前也讲过 过去很奇怪 只有民进党把这个小党并吞的份 何况他是现任立委呢 高嘉瑜又不是艰困险区 而且他现在说人家 他有党提名 我们党也束手无策 他又束手无策 对没有错啊 所以基本上难道甚至束手无策吗 我看我看是很多人处心驱立 想要伸手去把高嘉瑜给弄掉吧 现在的问题跟状况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高嘉瑜自己得面对两个挑战 一个就是说 现在吴欣贷当然比较熄火了 但如果未来整个火力又在拉大的时候 不是提不提名的问题哦 就算你高嘉瑜 最后真的被民进党提名了 吴欣贷在这个初选过程当中 把你拉扯到整个劳会劳价 那怎么办 对不对 他势必会产生撕裂的嘛 他每天都跟你讲独派 每天就跟你讲独派 最后民进党支持者 自然在港户地区 就算最后是高嘉瑜出现 他还是会丧失掉那些票源 我觉得这才是高嘉瑜真正的隐忧 有点下定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